一下斗舞对阵WBG的第二局下半场 又是一个张狂挽留的鱼女 第一局其实蛮难说的啦 因为第一局那个地压室真的打得太漂亮 但没有那个地压室鱼女是个铁铁的平局 这局呢斗舞的穷者想要跟鱼女来保平 我觉得非常容易 但是他们要真胜就没那么容易了 而对于WBG老杨来讲 平局他非常愿意接受啊 来看一下吧 我今天攒了一天的体力 看看这把 我觉得啊 现在已经积分已经应该压完了 我觉得这把会出现一个什么的平局 穷者会打的比较的用力 打的比较的拼 但是老杨这边呢死保平 我觉得大概率能保下来 然后后面呢 开门战的时候呢 老杨这边也抓不到太多机会的 一个壳顶得很漂亮 这边的话鱼女抓教授 这波壳是拉开了很大一波距离 前期教授这一手壳 但是鱼女这边反包过来 看教授有没有反应 有反应 教授有反应 已经反走了 好的 那这样的话 这波差即便是包到水气 他应该也形成不了伤害 距离呢 已经被拉得非常开了 我觉得男上来教授 这一波的一个操作 是做好了非常充足的准备的 就是我这张地图在这个点位如何来应对 鱼女 是做得很好的 做得很好的 老杨这边的话看要不要交个闪 还是说再等一波水气 因为这个教授已经是那个弹板 还是弹窗加速已经暴露过的 所以知道你 总不可能是个飞轮加双弹吧 他这边 壳的CD是没好的 一刀打中 后面的话再补一个闪 三台机了 三台机了 这把教授的牵制 已经牵制出了一个 翻 顶壳翻 哎 两次教授神秀啊 这个教授给力啊 准备的 非常的充分 反应 到位了 但是又是个地压室 怎么又一个地压室 哎呦 有的时候真的 命运的就是这样子啊 就这个地压室怎么说呢 你只能 直接就 你只能在这边牵制 这个是一个牵制的好点 这里 水汽 救下来 水汽继续补 大副这边的话 要吃一轮伤害 教授这边的话 追一刀 教授 球稳 教授这一波 要顶着博明拉开 他其实要真胜的话呢 可能可以追一刀 大副 因为教授这边 哎 这边的话过来压一波密码机 他也知道教授 不会离开这个点 就是不让你挂地压室 就可以了 那么教授 待会会挂在哪里呢 会挂在这边这张椅子上面 所以他先过去 把这台密码机 给封了 倒在里面 那这样的话 还是挂在大房里面 看太原过来打架 可以 有机会 有机会 教授这边有壳的 有壳的CD 怎么说 顶壳 丢水插 吸一波吗 吸到了 好的 密码机这边 虽然说 那个心理学 这台机子被干扰 但是那台机子 修了80多了 所以不着急的 无所谓的 因为我二面台机子 还修的慢呢 这边有一个满血的勘探 这波满血的勘探 真的 这把抖舞的熊子 打得非常好啊 一刀 看来源这边的话 90多点水汽 没有磁铁了 但是密码机 已经差不多够了 老杨这边的话 挂地压室吗 再来个地压室 这波是一个压机救人 我觉得穷者这里的话 其实安排人贴门就好了 一个人来救 一个人来救 直接秒救 心里来救也可以 心里三刀解 不怕吃太多的伤害 我就是血多 拖一下 密码机拖完 勘探员这边是去贴门 知道你是一个张狂 我觉得贴门吧 贴门吧 你他没底牌的 这边一波收叉 人救下来 心里学家直接移情给教授 一个冲刺 这个冲刺打断了这一波移情 再一个冲刺 收叉有报道的教授 一刀教授有壳 闪现一刀抬走 这一波很果断 这个闪现非常的果断 但是应该是拦不住了 这就是张狂于女 这一把我觉得教授也好 勘探也好 都做到了该做的全部 那么这样的话呢 虽然说东旋没有能拿下多抓 但是斗舞的求生者顶住了压力 完成了一个三跑 双方大分1比1 机会出来了